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各位看我们的早安 我是电塔少语啦 今天的啦啦再看我们来看三则可及新闻喔 首先第一则呢就是Spotify她正式退出影音服务啦 所以之后呢不只可以听音乐 还可以看就是像是Comedy Central啊 MVC EBC喜剧或者是新闻喔 那其实去年他们就有新闻指出啊 他们想要做影音服务 但是经过半年的程序之后呢 终于要将正败正式上线啦 那他们其实目前居有呢 美国 英国 德国 会瑞典的使用者可以使用 那大家很期待呢 之后在台湾啊也可以看到就是韩剧或者是美剧喔 那第二个新闻呢 则是有关于VR装置啊 很多人都说呢 其实这一年呢是VR的元年 那其实嗯 那天他少年也介绍过不少VR装置 像是PSVR啊 或是FPC VIBE 或是呢 三星的GearVR等等 那呢 其实呢 苹果现在呢 也想做他们的VR装置喔 就是有了国外媒体指出啊 他们已经有组成一个就是VR开发的团队 嗯 那我们就等着看呢 苹果会怎么样重新定义VR咯 那第三个新闻呢 则是比较轻松一点的 就是呢 就是呢 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那有一个全世界批 叫做游戏旅馆 叫做呢 The Up Hotel 那在呢 这旅馆里面啊 它有很多的游戏主机啊 还有呢就是各种游戏都是免费 那呢 如果你怕没有人陪你玩的话呢 在就是饭店的酒吧呢 它也有很多旅客可以跟你一起 多人连线对战 就是还蛮有趣的呢 啦啦哥如果可以住在里面 感觉幸福之处一定爆表啊 那今天呢 快进小电报 就先到这里结束了 那下礼拜再见啦 拜拜